大家好,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,在我开始之前,记得订阅本频道,打开小铃铛。 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,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。 研究机构Canadys近日预测全年智慧型手机出货量仍将同比下降5%,但下跌趋势相比2022年已有所放缓。 今年中东、非洲、拉丁、美洲等地区将重拾增长,增幅分别为9%、3%、2%。 机构预测,2023年全球智慧型手机出货量将达到11.3亿部,到2024年将增长4%达到11.7亿部,2027年将增至12.5亿部,年复合增长率2.6%。 机构分析师表示,目前智慧型手机平均售价已超过440美元,相比2017年的332美元明显增长,厂商盈利能力正逐渐改善。 2024年的反弹,得益于新兴市场、印度、东南亚、韩亚地区需求复苏,消费者有着强劲的升级需求,预计2024年新兴市场智慧型手机的出货量将占全球的三分之一。 随着高通、联发科多款人工智慧5G SOC的发表,2024年智慧型手机端测AI技术将迎来发展元年,但机构表示,端测AI技术推动高阶智慧型手机的能力有限,出货占比将不足5%。 高阶手机的增长趋缓,因为西欧、美国的换机需求仍疲软。 另外,据彭博社报道,摩根·士丹利的一份最新研究报告称,联发科新一代旗舰手机平台,天机9300的效能超越了高通骁龙8G3和苹果A17 Pro,是目前市场上最强大的智慧型手机SOC将推动联发科市场份额达到新高。 报道称,联发科凭借天机9300成功地给竞争及客户对手带来了惊喜,它采用了全新的拳大和CPU机群和GPU组合。 根据官方以及第三方的测试成绩显示,天机9300的处理器效能以及AI效能均超越了高通最新的旗舰手机平台,骁龙8G3。 此外,天机9300的定价似乎也要比高通骁龙8G3更具吸引力。 据此前消息显示,骁龙8G2的价格高达160美元,而新一代的骁龙8G3的定价则更高。 摩根士丹利分析师Charlie Chang和Daisy Dye在报告中也表示,研发科天机9300是目前市场上最强大的智慧型手机SOC,也是大多数Android旗舰机厂商的不错选择。 天机9300在发表之时就引起了市场的极大关注。 随后首发天机9300的旗舰手机Evo X100 Pro系列也受到了市场的热榜。 报告称,联发科在2023年智慧型手机晶片市场的份额,以销售额计约为20%,得益于天机9300的助力。 预计到2024年,市场份额将达到30%至35%。 在整体出货量方面,报告称,联发科天机9300在此期间的出货量将达到2000万台,创下新纪录。 另外,传闻明年联发科将在新一代的天机9400上采用台积电改进的300米家族的N3E工艺,这将使其能效得到进一步升级。 尽管如此,据其他外媒报道,近日有用户被与首发全大核设计的天机9300旗舰平台的Vivo X100 Pro型的CPU压力测试,结果发现在高压力下测试两分钟左右,CPU出现了降频现象。 而且,在一段时间后,效能下降了高达46%,超大核CPU主频最低下降到了只有0.6G。 联发科这枚在今年11月上旬正式发表的新一代天机9300旗舰5G生成式AI行动晶片。 当时官方声称,凭借创新的全大核设计的8核CPU架构,以及台积电4nm工艺加持,天机9300在效能上得到了大幅提升,不仅安兔兔综合跑分突破了220万分,而还可支援最高330参数的AI大模型在端侧运行,引发了业界的极大关注。 11月中旬,Vivo首发推出了搭载天机9300的新一代旗舰机X100系列,讨通端侧130亿参数大模型,售价近2万元新台币起,引发了消费者的热捧。 根据Vivo公布的数据显示,X100系列的预售销量相比上一代的X90系列销量增长了740%,创下该系列历代预售记录。 此外,根据评测机构极客湾对于首发天机9300的Vivo X100系列的测试显示,其CPU效能表现与之前联发科提供的工程样机相近,多核效能表现又于高通骁龙8x3。 在能效测试当中,天机9300的CPU多核能效表现整体上也是又于高通骁龙8x3。 不过,据外媒报道,有YouTube博主对于首发天机9300的Vivo X100 Pro进行了CPU压力测试,通过测试软体运行了100个线程复载。 结果发现其CPU仅两分钟就开始降频。 经过一段时间后,原本最高时脉可达3.25G的超大核CPU,主频最低降至了0.6G,其余核心主频也分别降至了1.2G和1.5G,整体效能下降了46%。 根据此前联发科官方的介绍,这枚天机9300由于采用了全大核CPU设计,即一个3.25G Cortex-X4超大核加3个2.85G Cortex-X4超大核加4个主频2G Cortex-A720大核的架构。 联发科称,天机9300的CPU多核峰值效能Peak Performance较前一代天机9200显著提升40%,相同效能下功耗亦节省了33%。 联发科此前在发表会上强调,之所以采用全大核设计,是因为其CPU大核全部是乱序之型Out-of-order execution的内核,凭借强大的效能,可以在更短时间内高效地完成多个并行任务,从而控制整体的功耗。 所以,全大核设计并不会带来严重的功耗问题。 但是,从目前测试来看,在极高强度的CPU压力测试下,天机9300确实还是是会出现降频现象,也就是说,联发科为了控制全大核长时间开启所带来的功耗问题,选择了通过降频来解决,这也会带来处理器效能的大幅降低。 不过,日常普通用户的中毒应用,通常也不会达到这些恐怖的压力测试的极端状态。 对于大多数的晶片来说,在高强度的压力测试下,被动散热的手机都难以支撑太久,通过响品来降低功耗也是不得已的选择。 那么,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。 感谢你的观看,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。 侃侃而谈,库论有余。 最后,请一点赞,订阅。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。 谢谢。